你的美妝蛋夠乾淨嗎? 美妝蛋如果它是沒有開封的狀態 其實它可以放非常非常久 一旦開封之後呢 建議把它當成是一個消耗品 大概三個月左右就應該要換下一顆這樣子 哈囉大家好我是夏夏 歡迎收看今天的蝦咪回 讓我們用一杯咖啡的時間 一起來看看今天要聊蝦咪回吧 你的美妝蛋夠乾淨嗎? 搞錯了再來 今天我們要討論主題就是我手上這顆相當好用的美妝蛋 它的清潔 大家應該都知道美妝蛋裡頭呢 它的空隙其實非常的大 所以很容易藏汙納垢或者是有細菌 甚至裡面切開來會是發霉的狀況 所以如果用這種不乾淨的美妝蛋來化妝的話呢 很容易會爛臉爆痘 甚至有可能會變成大花臉 所以我們應該平常如何注意美妝蛋的保存跟清潔呢 我們這次就邀請到了美美的正男性醫師 以皮膚科專業的角度 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做好這些清潔的步驟 我們就請正男性醫師出場吧 先簡單講解一下這個美妝蛋的部分 那美妝蛋呢 它是一種蛋型的化妝海綿 它的成分是清水性的聚氨質 那它有一個特性就是吸水之後呢 它其實會變得就是比較膨大 那膨大之後其實它的彈性非常好 那就可以很均勻的把一些底妝 比方說液狀粉底液或是雙狀的產品呢 用拍彈的方式呢 上得非常的均勻以及薄透 那因為它蛋體本身的特性就是它的屁股比較大 跟那個前面有一個尖端 所以比較大的地方呢 可以快速的在臉頰的地方呢 把底妝快速的推勻 蛋體的前面尖端的地方呢 又可以照顧到一些比方說鼻翼 或者說是眼下的一些比較細緻的區域 美妝蛋如果它是沒有開封的狀態 其實它可以放非常非常久 廠商甚至不見得會特別表示出它的保存期限 或者說就是寫一個比方說十年這種很久的數字 但是它一旦開封之後呢 因為它在使用的過程中 會接觸到皮膚的一些油脂、皮屑 然後還有粉底液本身的油分 以及它的蛋體本身的一些孔洞呢 其實它可以藏很多的水分 潮溼的環境又再加上營養 就是皮質啊、皮屑啊等等的營養 它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好的培養肌 可以長出很多的細菌以及黴菌 所以一旦開封之後呢 建議把它當成是一個消耗品 大概三個月左右就應該要換下一顆這樣子 2019年呢 英國有一個研究 就是它跟消費者蒐集了 大概497個使用過的美妝產品 比方說是眼線啊、睫毛膏、口紅、唇蜜等等 還有包含我們的美妝蛋 然後去做其中的一個就是菌量的分析 方線呢 其中高達79%到90%的那個使用過的美妝產品 都是有受到微生物汙染的 那它受到微生物汙染的話 它就有一個叫做 CFU的一個數值 一般來講開封過的一些就是美妝的產品 比方說眼線、睫毛膏等等 它的帶菌的量大概是 10的2次方到10的3次方個菌落形成單位 美妝蛋就更誇張 它甚至可以高達10的6次方的菌落形成單位 也就是說 比你的就是睫毛膏可能脹1000倍 因為皮脂啊就是皮蟹啊 是一個細菌跟美菌很好的養分 再加上就是本身容易吸水的特性呢 溫暖潮溼的環境也是一個很好的培養肌 所以我們的美妝蛋才會變成一個 這麼容易受到微生物染污的一個環境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就是清洗過的美妝蛋 那這使用過的美妝蛋它就可以很明顯的 看到上面沾了一些粉底的顏色 一旦用過呢超過18小時 其中的細菌就可以倍數再成長 所以理論上只要有用過你沒有洗 它其實就是一個髒的狀態 那另外呢就是美妝蛋其實很容易發霉的 我自己就有好幾顆就發霉 你只要忍痛丟棄 上面如果有一些就是那個 灰色啊或是藍色的一些斑點或是斑款 那就表示它發霉了 因為台灣的就是地理位置非常的潮溼跟悶熱 如果沒有維持良好的狀態的話 美妝蛋真的很容易發霉 所以只要有用過或是你看到上面有些霉斑 那就保證它真的是已經是一個髒的狀態了 多久清潔它一次 理論上只要用一次就應該要洗一次喔 就是很麻煩但是其實這樣才能保持一個比較乾淨的狀態 不然其實放了就是兩三天之後 其實它裡面的就是細菌跟美菌都還是會長得非常的多 不管你使用的這個清潔的那個產品是什麼 肥皂啊沐浴乳啊或是一些市售的粉撲清潔劑其實都是可以的 那使用的方法其實也是很簡單 就是你先把你使用過的美妝蛋呢 在那個流水下呢把它給一樣就是按壓吸滿 吸滿了之後把那個剛才講的清潔的產品 比方說肥皂的泡泡啊塗抹在上面 然後用輕捏的方式注意要是這個樣子的手勢 不能是像這樣子的 因為女生通常就是會有一些指甲 那指甲的部分的話其實會讓你造成蛋體的裂痕 那你越用越行這個蛋體就會越裂越大 在那個流水下面呢就是按壓或者說是用你的虎口呢 去搓揉擠出一些含有粉底顏色的那個泡泡 那擠出來之後再放在流水下面清洗 重複幾次直到上面沒有看到就是粉底液的顏色那就可以 拿出來呢就是用一個乾淨的毛巾 或者是廚房的濕紙巾把它給吸乾 那吸乾之後呢需要放在一個就是類似的網架 或者是可能市售也可以買到一些就是像鳥籠 或是半價這樣子的產品 然後放在一個通風的地方 但是不要太陽直射 因為太陽直射高溫 也是有可能會造成它的這個結構的老化 那另外之前有一個皮膚科的醫生叫做 Joshua Zeichner 他有提出有一個就是微波乳加熱去清洗美妝蛋的方法 那其實也是很簡單 不能直接拿去微波乳 不然你的蛋會融化 就是要放在一個燒杯裡面 可以微波加熱的容器 一樣調好你的肥皂水 或是加好清潔劑的那個水分 然後把蛋在裡面黏一黏 煮濕了之後整杯放到微波乳去加熱一分鐘 之後拿出來也是重複我們剛才就是清洗的流程 洗到它沒有看到粉底的顏色 這當然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高溫能夠溶解更多的裡面的一些髒污 而且高溫也會具有些殺菌的效果 不過如果你很嘗試使用這個方法的話 高溫其實還是有可能會造成 就是破壞它蛋的那個彈性的結構 造成它提早老化 剛才有提到說就是我們美妝蛋 它甚至其實上面的那個代菌 可以高達16次方個菌落形成的蛋位 那其中就不乏有可能會含在一些 潛在的一些致冰的細菌 比方說金黃色葡萄球菌 大腸桿菌 育膿桿菌 或是檸檬酸桿菌等等 當然也會包有一些其他的黴菌 皮膚如果是一個完整的狀態的話 其實它有自己的防禦的能力 但是一旦有了傷口 或者是皮膚本身的屏障有問題 比方說有濕疹 異位性皮膚炎 眼周濕疹等等的狀況 這個時候呢 破損了皮膚的屏障 就有可能會有這個細菌乘序而入 導致比方說 農家疹 毛囊炎 零納 農陽 甚至蜂窩性堵織炎 那另外因為臉部是一個 就是比較薄的地方 比較薄就比較敏感 所以它對外來的一些髒汙呢 容整度就比較差 當然還是有可能因為這些髒汙呢 造成了一個就是 搔癢跟過敏的狀態 那眼周如果你有碰到 就是睫膜的部分的話 也可能會造成睫膜炎 所以美妝蛋的清潔是非常重要的 刷具 產品來上妝 它的造成臉部的影響會是一樣的 刷具跟美妝蛋的差別在於 美妝蛋它本身結構上面有非常多的氣孔 那這個氣孔又加上它本身的 是一個很清水的材質 所以它會預計很多的水分 造成一個潮濕的環境 美妝蛋的本身呢 其實是比刷具更易於受到汙染 刷具當然也是要輕易清潔 可是就大概就不會像美妝蛋那麼強烈的要求 建議說每次用過一次就要洗過一次 那美妝蛋跟刷具比起來 美妝蛋老實說它的妝效還是比較好 因為它可以創造出一個就是 真的很服貼類似噴槍的效果 一定要清於清洗然後保持乾燥 那平常日常生活中 我有時候其實就會準備一種 像類似這樣子的一個網狀的一個架 就是吊在一個窗台的旁邊 那些有通風但是不會指涉到日光的地方 然後保持它的乾燥 美妝蛋的保存 比如說用完之後可以冰冰箱嗎 冰冰箱其實不建議欸 因為其實它最重要就是 它要一個再乾燥的一個環境 所以其實是應該是要在一個容易通風良好的地方 但是不要就是太陽製造 因為太陽製造還是有可能造成那個蛋體結構的一些 就彈性會點差的狀態 所以不用冰冰箱 但是應該要放在一個就是通風良好的位置 浴室是絕對不行 因為放浴室絕對會發霉的 那另外要特別提到一點就是 美妝蛋仍然算是一個個人的衛生用品 盡量不要跟別人共用 因為有的時候臉部還是可能會有一些感染性的狀況 比方說扁平油 那如果你跟人家共用同樣的產品的話 那還是有可能會造成病菌的一個傳染 聽完剛才的講解 不知道各位蜜粉們 對於美妝蛋是否有更深層的認識呢? 如果有任何的疑問也歡迎在影線的下方留言處留言 現在我們把畫面交還給夏夏 好謝謝正南心醫師為我們帶來了解說 各位蜜粉們在使用美妝蛋時也別忘了它的清潔方式 如果對美妝蛋還有任何其他的疑問或是對夏蜜會有什麼建議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是夏夏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